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全球战略 这个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所以这个中共一直骂美国是冷战思维 有零和游戏的这种思维 实际上中共最讲究的就是这些东西 在北极在这个极地地区也是这样 他觉得这个我们不要去控制不要去占领的话 那么这个以前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机会去发展开发 他在方面他现在常高调 北极地区集体地区都是国际共有的 我们中国是占世界人口25% 所以我们应该也有25%左右的这个拥有权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落后的一些想法 中国的这个很多的国际战略 它不见得是它的实践的程度 关键在于它的指导思想就是不对的 不仅是极力了 比如说深海 太空 还有这个电子空间 它都有这种都受到这种东西的这个指导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世界上的这个国家 和老百姓都觉得中国是一种威胁 主要的威胁不在于这个 中共说什么做什么关键它这种指导思想就非常危险 什么战略分歧 在气候变迁的这种情况下 它有很多战略的这个意义 它有很多新的这个开阔的空间 所以说搞军事战略 所以必须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必须要注意这一点 谢谢大家